父母对于孩子可以说,可以吗?可是公婆不行,这一闹心结就是一辈子的事。女婿,你今天是不是来家里了?我看家门口有水果和鸡蛋,就猜到是你来了,也只有你每次来家里都会给我带礼物的。 妈,其实我今天过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个事的,你和我爸对我一直很好,所以我觉得需要提前智慧你们一声。 女婿,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,妈能帮你的话一定不会推辞的。 妈,我打算要和莉莉离婚了,我觉得我们俩已经是过不下去了。 女婿,这是我女儿,做错了什么事了吗?婚姻不易,你可不能冲动了呀。 我心里好难过啊,莉莉她实在是太不体谅我了,我妈前段时间记性特查,甚至有一瞬间居然连我这个儿子都认不出来了,我带她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她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 你也知道这是什么病的吧?医生还说了这种记性差的情况以后会越来越严重,我妈当时听了哭的都不行了。 子余养儿亲不带,我爸去年生病走了,现在老家就我妈一个人,你说我怎么放心让她继续住在老家? 而且我能在城里安家落户,也是我父母掏空自己的所有继续给我买的房。 所以我想着把我妈接到城里住,在自己的儿子儿媳身边总要好点,可莉莉知道后一口被拒绝了,莉莉甚至说要把我妈送到养老院。 哪怕是让她出钱也不愿意让我妈和我们一起生活,我妈明明有儿子儿媳,为什么要让她去养老院?这难道不悲哀吗? 所以我就没管莉莉直接把我妈接过来了,没想到这才过去了三天时间,你女儿就跟我吵了一架然后离家出走了。 女婿,把你妈接来这事,你做得很对,你先别着急,我女儿这就是被我给宠得越发没分寸了,我这就去好好说说她。 妈,莉莉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,如果实在不行的话,那我们俩就离婚吧。 女婿啊,这婚姻不易,而且你和我女儿是有感情的,可不能冲动了,我女儿她心肠本不坏,我估计这次她也是一时没能接受你母亲的事,不过你放心,我一定会好好说说她的。 妈,谢谢你,给你添麻烦了。 挂断女婿的电话后,母亲刚想联系女儿,没想到女儿的电话却先打了过来。 妈,你想我了没有,我今天准备回娘家住一段时间,好好地陪陪你。 你这是怎么突然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了,是和我女婿闹什么不愉快了吗? 妈,我就是想你了,今天天气好,你去把我的房间收拾下,顺便再晒一下被子,我这回已经到车站了,等一下就买票回去。 那既然如此,你就和我女婿一起回来吧,我等一下就和你爸出门买点菜,给你们做好吃的。 你让她跟我回去做什么?我现在看见她就烦,她现在居然敢不经过我的同意,就把她妈接到家里住了。 只是因为你婆婆在你们家住了几天,你就要生气了吗? 妈,你是不知道,如果你在这里的话,你也会受不了她的,她妈身上总是有股莫名的味道,搞得整个屋子都臭轰轰的,我闻到就想吐。 她在我们家说的是要帮我们打扫卫生,喝每次都是越帮越忙,我让她别淡了她还不听,而且她每次喝水都认不准自己的杯子,上厕所也不冲,说了也没用扭头就忘。 家里明明有床,她偏偏说什么床太软她睡不习惯,非要跑到客厅睡地板,我有时候半夜起床上厕所都要被她吓一跳,最过分的是她老是咳嗽,还随地吐痰,我也说了带她去医院看看。 她说什么老毛病了治不好,既然治不好那就不要随地吐痰呀,这是在城里,又不是在农村,我真是受不了她,你说同样是做父母的,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啊,你和我爸就不会这样。 你就是因为你婆婆在你们家住,所以你就要回娘家的事吗? 是啊,我这次就是要回娘家多住一段时间,顺便好好陪陪你和我爸,等我老公什么时候把他妈送回农村了,我再回去。 闺女,如果你是和女婿高高兴兴地回娘家住,那我肯定是求之不得,但现在你是为了你婆婆的事来住,妈妈实在是高兴不起来。 你们俩结婚的时候,我和你爸也去拜访过他们,你看我们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, 可你公婆要比我们苍老很多,特别是你公婆的手,冬天冻得生满洞窗,又红又肿,还均裂起皮,看得我心酸得很。 他们那么拼命挣钱,不就是为了让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,不像他们一样吃苦,他们是农村人没错, 但农村父母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,一个好孩子有多难啊,老两口还力所能及给你们买车买房。 他们人虽穷,志却不短,爱子之心也不曾少,我很佩服他们, 可现在我对你很失望,难道就因为你婆婆在你们家住,就要被你嫌弃了吗? 可是妈,你是不知道我婆婆她得了阿兹海默症,现在她连个孩子都不如了。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婆婆她自己,她本来就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,现在生了这个病,她比谁都难过,她现在最怕的就是被你们嫌弃了。 妈,你这样说,是不是觉得我这人很没良心的呀?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是个有良知的人,那你婆婆住在你家的这段日子,你就应该要好好照顾她,陪陪她,别伤了人家的心,你就该换位思考下,如果你妈我成了这样,你会不会嫌弃我? 别,您可千万别说这种假设,我听不了这个,你一定会好好的,无论你怎么样我都心疼你,你可是我的亲生母亲呀。 那如果要是你嫂子嫌弃我了,就像你一样,想把我赶走,想把我送到养老院,你心里会怎么想? 我嫂子要是敢这么做,我就让我大哥跟她离婚,像她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不要也罢,这么多年你为她洗衣做饭带孩子,对她够好了,她不能这么做。 以后的事谁又知道呢?你看着也是个好孩子,不也一样没良心,你连假设的接受不了,还说什么让你割嫂离婚,那你怎么不想想自己,不替你老公想想,你这么做就不怕伤了她的心呐,你知道吗?她现在都想和你离婚了。 她那就是在吓唬你的,我哪怕是在借给她十个胆子,她也绝对不敢和我离婚的。 你还真觉得自己是盛世美颜,这时间没人比得了你了吗?女婿平时那是让着你,你还以为她真的怕你啊?人都是有底线的,你知道她是个孝顺的好孩子,对我们这岳父岳母都尚且如此,何况是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呢? 她爱你,爱屋即屋,所以才对你父母好,你也得爱她的父母啊,只有这样的感情才会长久,在这种大事上,你不能无理取闹,消磨她对你的感情,要是这么好的老公被你给做没了,你就等着哭去吧。 我知道了还不行吗?你怎么经是说我的? 听妈一句劝,我不想看到你们俩闹到离婚的地步,你真心对她妈妈好,她也会念你的好,就像她对我和你爸这么孝顺,你也一直很感动的对不对? 可如果你真的伤了她的心,一切都来不及了,有些是错过了再去挽回,那就不是一回事了,就像是你公共去世了,你再念着人家的好,还有用吗?一切都晚了呀。 我这就是气不过她不把我当回事,我都说了不同意她妈来家里住,她居然敢先斩后奏,我看她压根就没把我当成老婆,不然怎么会这样? 这房子虽然是她家买的,但我也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呢,要是她好好地跟我商量,我能不同意吗? 我是你妈,我还能不了解你吗?你心里认定的事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,我估计女婿心里也很清楚,所以才不打招呼,就把她母亲接来住了。 妈,这嫁到别人家做儿媳妇实在是太难了,事情可真多呀。 做别人家的儿媳妇难,可做公婆也不易呀。你看,妈虽然和你嫂子关系好,但那也是努力付出得来的结果。 父母对于孩子可以说,可以吗?可是公婆不行,这一闹心结就是一辈子的事,公婆的角色想要做得好得有个度,可你公婆已经够好了。 你们俩结婚,这彩礼,房子,车子,哪样都有,那是他们对你的喜爱与看重,你莫要辜负人家的一片真心,好好珍惜这个家吧。 还有,你公婆在农村种菜养鸡养鸭什么的,是不是经常拿过来给你们吃,地里的粮食卖了是不是还要贴补给你们? 是啊,他们以前经常把老家的土特产带给我们吃。 你公婆就阿坤这一个儿子,对你们可是掏心掏肺的好,人也朴实无华,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,他们对你们俩那么大方,对自己却很节俭,就你婆婆身上经常穿的那件衣服都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了。 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去你们家,正好你婆婆带了好多农产品过来,有新鲜的蔬菜瓜果,还有攒好的鸡鸭,那时咱们刚吃完饭,你就直接让你婆婆去吃桌子上的剩饭剩菜,都没单独给她做几个菜,我看了很难过,但也不想让事情弄得尴尬,就没提,闺女啊,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,如果以后你的子女也这么对你,你难道就不会寒心吗? 妈,是我做错了,是我太自私了,这么好的婆婆,我以前只会怪她这个,怪她那个,却没看到过她的付出。 闺女,你能明白就好,给你的孩子做个好榜样,以后你也是要做婆婆的,婆媳关系虽然很难,但只要真心付出,互相包容,互相尊重,日子也不会难过的。 妈,我知道了,我现在就回家,我会好好对我婆婆的,她对我好,我也该孝顺她,不然就真是没良心了。 以后我会多跟她说话,有空陪她出去散散步,把她照顾好。 这就对了,你对她好,她也能感受到,女婿也会看在眼里,她肯定会更加珍惜你,夫妻就该如此。 朋友们,你觉得这个妈妈做的对吗?欢迎来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 字幕志愿者 继续